大家好,我們來看今天的趙孟普 每日一字眼睛的眼字 好,我們順便在寫之前講一下這個右邊這三點,這叫點掉 在一篇文章,有時候寫錯字 多的字,不要是點三點,不要打個叉叉很醜 有時候也點兩點,四點都有 但是,如果說重複字是點在下面 兩點,這樣子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眼睛的眼,楷書的寫法 正一點 一筆的話,一定要把它轉折 清晰度,注意一下 一般這邊是一個那,這樣 再來,加一點點,形書的流動 但是,流動不是只有單單的快而已 整個擺動 要做出來 好,這邊,一般會變成一個長縫 再來,形書比較少寫這樣,不是沒有,比較少一點 再來,更增加一些流動,而且會省略一些筆畫 第一個省略的,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一二,上來 然後這裡直接勾起來 當然有時候還會有一點 有時候就像他一樣 我們這裡還是有一點,在這裡面 連貫性加強 這樣子 好,張夢福的差不多,跟我左邊寫的差不多 但是就,裡面就沒有了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寫法 這樣,一二,戴上去 勾起來 然後呢,折的感覺比較重 大概這樣,沾點我就不寫了 沒有什麼 過來,繼續看 看下來呢,更連貫 當然就左邊這個木 草書 進入到草書就跟 這個日是一樣的 我們來看他的省略方式 就只有這樣 意識一下就過來了 這裡 然後這邊要注意 就不折了 直接這樣子,帶筆下來 這個蠻常看到的 要小心 好 更簡單的 當然,記住 這裡就變成一點而已 然後整個 這裡 左邊繞的感覺更明顯 要注意 但是有時候 該有的折痕 折要做出來 這就是連貫性 剛剛這邊還有聽聽一下 這裡整個就過來了 好,最簡單 大概就這樣 不能再響列下去了 大概是這個樣子